欢迎收看国际现场 先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在美国纽约出现了首宗的伊波拉案例之客 纽约一名5岁从疫区回国的男孩 因为发高烧被送到了医院 幸好警察结果发现是阴性并没有伊波拉 另外在机场遭到强制隔离的护士 也在证实并没有感染之客被放行 不过这名护士强烈抗议 他的人权被侵犯了 现在也引发了各方对强制隔离的正反讨论 继续是我们记者龚巴华林子慧 来自纽约的报道 一位住在纽约布朗斯的5岁男孩 与家人住在吉尼亚一个月之后 于美东时间上礼拜六回到美国 结果星期天晚间发高烧 之后马上被送往专门对付伊波拉的贝维尔医院 然后在星期一早上接受血液检查 就在刚刚医院公布了检查的结果 而结果是证明小男孩虽然发高烧 但是并没有感染伊波拉 也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而在纽约以及纽泽西两位州长宣布 正对任何接触过伊波拉病人的医护人员 从疫区回国之后强制隔离21天 引发相当的争议 而第一位在纽泽西机场遭到隔离的护士凯西 特别指明州长克里斯提强烈抗议 在检查后发现他并没有感染伊波拉之后 他被放行 这也使得正反双方的讨论更加激烈 迫使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公布新的守则 主要是严格的控管 但并不包括强制隔离 预料这个讨论将会继续的持续 记者龚邦华林思惠纽约的采访报道